张碧陈华晨宇真实关系曝光后,外界对他们的关注就从来都没有断过,毕竟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孩子,两人因感情和事业决定不结婚,共同抚养孩子,地不可少的就要涉及孩子抚养费的问题了,很多人都非常好奇,双方会给孩子多少抚养费呢? 如今孩子又在跟着谁生活,当初华晨宇真不知道孩子的存在吗?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好奇,华晨宇出道后,一直在树立纯情人设,并且他的粉丝深信不疑,这才是华晨宇孩子事情曝光后,大批粉丝扑粉的根本原因,华晨宇因看了男生出道,因为独特的音乐风格,很快被人注意到,只是外界对他的评价一直处于极端状态,有人觉得他是因为天才, 也有人觉得他就是华众取宠,除了比赛之外,华晨宇和其余对人间的相处,对受网友的关注,在对人的描述中,华晨宇是个家务白痴,很多常识都不知道,甚至不会洗衣服,而就在这时,网上有人爆料,华晨宇,家境优越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,上大学的时候,就住豪宅开跑车,面对外界沸沸扬扬的传闻,华晨宇并没有选择成亲,在快难决赛的时候,其大伯出现, 为他加油,也坐实了华晨宇家境不菲的传闻,从此之后华晨宇,给外界的印象,就是富家单纯小公子,为了向纯情男孩的人设转变,华晨宇做了很多,只是他无意间的一些行为,早已暴露了他真实的一面,在参加花与少年时,他说自己不知道,海水是咸的,为了证明,还吃了一口沙子,甚至冲到海边,喝了一口海水, 因为这件事,让华晨宇,微服装傻的骂名很多年,出道多年后,每当有记者提问他的感情状态时,他的回答都是单身,只是不知道,这样的答案将张碧晨和孩子,放在什么位置,与热巴一起参加综艺的时候,在镜头面前,表现得像个小孩,面对热巴时,非常害羞,甚至不知道说什么,让热巴感觉,十分如语,与杨丽一起参加综艺时, 吐槽杨丽的穿搭,但在现场,就被队回去,华晨宇真如他表现的那样单纯了,恐怕不是的,参加花与少年这档综艺时,他以自己神经拴落为由,拒绝和张翰同房,让张翰无比尴尬,当刘涛询问,未来该怎么和媳妇一起生活时,他的回答是可以不结婚,当许晴说,可以让华晨宇和自己一起睡的时候,华晨宇立即就答应了,只是在其女嘉宾的强烈反对下,这件事才作罢, 在众人的领图中,华晨宇喝醉意识不清晰,竟然直接跑到许晴的床上睡觉,但摄影师都傻眼了,询问他和许晴到底是什么关系,虽然华晨宇说精神伴侣,但依旧在很多网友心中留下疑问,在综艺宣传期,两人对互相的告白从未停止,不管许晴参加什么采访,在提到华晨宇的时候,都是赞不绝口,如果不是因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,估计绯闻早已满天飞了,除了许晴之外, 华晨宇还有过很多绯闻对象,只是他一直在澄清,如今看来这些绯闻都是假的吗,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,最起码他和邓子齐的关系,就很耐人寻味,华晨宇和邓子齐都是乐坛新秀,实力也非常强悍,两人在一次颁奖典礼上相识,之后相谈甚欢,经常在一起约会,其实有很多媒体,爆料过他们之间的感情,但华晨宇从来没有承认过,有媒体拍到, 邓子齐过年前夕带着生日蛋糕,亲自为华晨宇庆生,两人在华晨宇的别墅共度一夜,第二天华晨宇送邓子齐离开时,在机场还上演了窝头沙,在这样实锤的证据面前,华晨宇依旧非常嘴硬,邓子齐却经常按戳出秀恩爱,在社交平台发布, 暗示华晨宇名字的话,还将南方的名字写进一首歌里面,精心曾提问邓子齐,到底和华晨宇有什么关系,邓子齐却说让她直接去问华晨宇,其实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,双方之所以不公开练起,完全是因为某人不愿意,而其不愿意的原因也很好理解,怕破坏自己好不容易,树立了人设吧, 邓子齐在自己新歌发布会时,曾提到自己,被上一段感情伤害很深,录制歌曲的时候,都是一边哭一边唱,自此之后,华晨宇与邓子齐联系越来越少,华晨宇和张碧晨之间的发展,更能说明南方的本质了,张碧晨发微博详细讲述了,孩子的来历之后,很多人第一时间,就是不相信,比电视剧,还有独写的桥段,竟然出现在生活中,分手发现怀孕后,第一时间,不是通知南方,而是独自跑, 到国外生下来,能打算自己抚养,却又突然发现,孩子的世界不能缺少父亲,于是才告诉了华晨宇,不管两人解释的多清楚,外界都不相信,其实联想一下,孩子被爆出时,娱乐圈发生的大事,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在华晨宇的声明里,多次强调,在不结婚的前提下,共同抚养孩子,为了维护外界的形象,华晨宇详细描述了,自己对孩子的爱,意图树立好爸爸人设, 孩子浮出水面后,网友最关心的事情,莫过于孩子的抚养费了,毕竟两人不结婚,孩子的抚养费谁出呢? 目前孩子一直奔向华晨宇的父母生活,双方共同承担孩子抚养费,因工作原因,华晨宇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,这也是他为何不在镜头面前提起孩子的原因,好爸爸人设树立的并不成功,对此你们怎么看?